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随着新闻媒体的对整个力挺杨振英的 到底什么人在挺他呢 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两条 这两条呢 一个就是打人 在力挺杨振英的游行队伍的参与者呢 把两个记者给打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发钱 这钱不知道能从哪出来 据说呢 在厕所啊 那种公共厕所 给游行用的公共厕所 谁参加力挺杨振英呢 梁振英的人呢 游行完了呢 上厕所那领钱去 领250 你说上公共厕所 领一个250块钱港币 你说他到底是赞许你呢 还是骂你呢 咱就说这意思 事情就这么出了 这么出的结果呢 它会出现一个概念 就是在整个香港社会当中出现了分裂 给钱这事呢 应该说梁振英再一次佐证自己呢 是共产党员了 我们跟大家也分享过 原来呢 江泽民呢 胡锦涛出访的时候呢 都要变着分的 在北美啊 在欧洲啊 变着分的要挡住那抗议之声 那是在各地的领事馆的 中共的外交官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而这手活的干的一个根本的出处在哪呢 周永康控制了政法委系统 比较典型的 你比如在休斯顿 在纽约 在华盛顿 那当时领馆派出的大bus 这种大客车 把抗议之声挡住 而参加游行的人 参加支持 应该说参加欢迎江泽民 欢迎胡锦涛的人呢 都是各社团 这社团呢 在国内的这个新华社的网站上 披露出来就是爱国华侨 这些人呢 参加一天的管饭吃 我除了在休斯顿碰到过 我在德国也碰到过 在德国印象当初是这个 江泽民到德国访问的时候 弄了一群留学生 他管留学生两顿麦当劳 就这群留学生就在那儿 欢迎江泽民 你说我就说谁 什么叫臭不要脸呢 什么叫丢中国人的脸呢 我就是咱就说这意思了 真可怜 真的可怜 休斯顿给钱呢 据说三十多美金 那三十多美金跟现在 咱要跟这个这个港币 说这一次发了二百五 在梁振英发了二百五港币的话 咱折合一算过来 没给涨价 我估计就是说 这个无论是统战部发出的钱 但还是这个政法委发出的钱 没给涨价 买人头 就是这种事情 你说这种事情 造成了中国人之间的内讧 有人说中国人之间就是内讧 内讧哪来的 对吧 有党存在就有这些东西 党就是一种完全一切的一切 党的一切的行为 就是以党的利益和扼杀人性 作为基础 就这么回事 网上出了篇文章 就在探讨有关香港大游行时的这种事情 而这篇文章直接提到呢 香港出现了分裂 那文章题目呢是这么说的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反特首游行呢 远远超过于支持者 而且造成了香港整个的分裂 有这种苗头 文章上来是 他是这么说的 叫做支持梁振英的游行的队伍 里面有些人去领钱 同时整个参加的人数 远远低于那反对梁振英的人数 但是呢 有支持者人出来 就会造成香港市民本身 在这件事情上的冲突和分裂 而我也相信统战部和国安局呢 在支持梁振英的游行队伍当中呢 一定占有相当的比例 还是前史的作用 还是以这种方式来混淆视听 在一个自由的新闻的框架之下 在自由的媒体的监督之下呢 这种事情出来呢 是为了给国内史 是为了脚盘 所以香港的动荡呢 应该是说是党一手造成的 文章呢 特别引用了自由党容易主席 田北俊的说法 田北俊说 现在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分裂 希望两边阵营的人数呢 都可以减少 这样的话呢 不至于造成整个香港的分裂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其实存在不存在 存在 而香港的分裂是谁造成的呢 不正是这些建制派 其实包括田北俊自己在内 在支持或者说 以维护香港稳定的前提之下 向共产党妥协而造成的吗 其实很大情况是在这儿的 如果你能够真正维护香港的福祉的话 而不是向共产党妥协的话 在立法会在相应的利用现在 在香港法律相对还是独立的 新闻还是自由的话 可能真的出现另外的改变 对吧 立法会就可以遏制住 整个特首的这种共产党化 道理很简单 23条没通过 不正是你田北俊 当时关键的时候一票所促成的吗 而在立法会的存在 立法会的票数 真正就可以影响到香港本身 影响到或者说 直接制约特首本身 在想完成共产党意志的 实际的行动 其实包括这一次选特首 那作为这个李嘉诚 那么大的生意人 他为什么明确的要跟梁振英作对呢 他已经意识到 党共产党已经进入了香港政府本身 已经进入了香港立法会本身 那让共产党进入到香港 就是他李嘉诚死期要到 就出麻烦了 他跟党走那么近 他知道党走那么近 但是呢 香港是个不被党控制的地方 当一旦真正香港要被党控制的时候 他立刻就反了 生意人最利益最清楚 我觉得真正的分裂就在这 那文章紧接着介绍说 这一次反对梁振英的游行 已经是梁振英上台半年来第三次了 而且人数一次比一次多 记者采访了一位姓陈的小姐 小姐说 元代应该是开心的日子 但是梁振英太差了 好人好姐都不会上街游行了 换句话说呢 就不得不游行了 因为他是香港话转过来的 直接质疑呢 就是梁振英的诚信问题 和他的用人问题 诚信有问题的话 用人自然有问题 对不对 一个骗子他用什么人呢 咱就这么说 骗子用什么人呢 一个不知道脸在哪儿的人 他用什么人呢 能用在乎自己脸面的人吗 能用知道脸齿的人吗 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 文章紧接着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力挺梁振英的游行 是建制派发起的 但是很多人是用来挣钱的 250 在厕所领着 然后参加力挺梁振英的游行 参加梁振英游行 你就是250 而且拿这个钱是个臭钱 这不是涛哥说的 这是他们干出来的活 对吧 你说这种事情干出来 被人揭示出来 又怎么讲呢 我觉得这就是问题 所以这个消息本身 我就想说呢 真正的概念是香港分裂 香港的分裂 从上至下被分裂 而这个被分裂本身呢 是跟共产党直接有关 跟梁振英上台直接有关 那西方媒体主要是以美国媒体呢 披露中共高官家族挣钱呢 现在成为了一个时尚 就是说成为一个时尚就变成了 现在有点停不住 那停不住的这种造成的影响呢 我相信给习近平的压力会很大 就是你动不动 你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么个概念 纽约时报呢 报道代向农家族赚钱 这个概念呢 依然在发酵 德国之声呢 有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共高层家属 低价收购 狠赚暴力 纽约时报讲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发现 并没有迹象表明 当时对保险业 有着监管权的 戴向龙知晓自己亲属的行为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当中存在着任何违法的行为 不过看起来 他的亲属确实透过投资于 他所监管之下的金融服务公司 获取了巨额的利润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提到一个说法 只要有门路就能够当股神 我觉得这话说的就太窄了 不一定玩股票 玩房地产也一样 关键是有门路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跟大家 分享的一个概念 当官之后 他就自然有钱 而他这个钱 不用他自己做什么 可能底下 有那么一句话 对吧 抬轿子比坐轿子更可恨 在今天中共的官场和社会层面 这样东西非常多 原因在于 抬轿子的扭过脸来 自己想成为坐轿子 这就是整个社会的 人的精神层面 文化层面被摧毁之后的 一个直接表现 网上今天还有条消息 一个捡破烂的老头 扶起了一个摔倒的老太太 别人谁都不服 不敢伸这手 无神论 人们只信自己 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的时候 就造成了 人人不信 人人防范自己 最后自我在这个环境当中 被扼杀 真正的人性的尊严被扼杀 这就是我一再唾弃的说 必须抛弃中共 清除掉真正党文化 因为它是来自于西方 欧洲的一个幽灵 来自于邪恶之源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